燕宁是一名女警察,办事沉着冷静,为人果敢坚韧,年纪轻轻,就成为了队长,可见其业务能力非常强悍。 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,她接到了匿名报警电话,称大城集团顶楼正在发生一起强奸案,燕宁带着队员迅速出警。 当看到赵荀从成功的卫生间出来时,燕宁问她有没有被强奸,在得到沉默的回答后,燕宁换了一种方式问她,需不需要带她离开。 然而令燕宁意想不到的是,赵荀在经过了一系列检查后,竟然在记笔录的时候,否认了强奸,因为当事人的否认,燕宁没有办法立案。 若换作其他人的话,不管真相如何,既然当事人都否认了,那么这件事也就不会放在心上,可是燕宁对此却是耿耿于怀。 他从主观上认为,成功就是施暴者,赵荀就是受害者,没有将成功绳之以法,他心里是憋着一口气的。 之后,赵荀用五天的时间思考,在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,决定报警指控成功强奸,燕宁憋着的一股劲,终于派上了用场。 不过,赵荀却再一次的撒谎了,面对赵荀的撒谎,燕宁虽然生气,但是却选择了原谅,并继续帮助他寻找证据。 尽管林探提供了两份,能够证明成功无罪的证据,但是燕宁就是死咬着成功不放,大有一种不把成功送进去,不罢休的架势。 先不论赵荀和成功之间的真相如何,在这件事上,燕宁是有势功允的,用他领导的话说,就叫做性别决定立场。 燕宁在处理这个案件时,全程都是站在赵荀的立场上思考问题,他根本没有思考过,若赵荀的本质不是自己认为的这样的人,若他就是一个又当又利,既要还要的人,那么是不是会冤枉了成功? 燕宁从一开始在心里就认定了,是成功强奸了赵荀。 作为一个警察,尤其是做到队长位置上的警察,实在是不应该犯这种低级的错误,而燕宁这次之所以如此不理智,应该是和林探一样,也有着类似的经历。 林探虽然是成功的律师,但是曾经被自己的老师侵犯,当时的他没有勇敢的发声,所以背负了十多年的骂名,因此看着如今的赵荀, 他想到了曾经的自己,所以才会多次出手帮助他,帮助他就是在救赎曾经的自己。 而燕宁呢,和林探一样,看着赵荀一世想到了曾经的自己,只有经历过的人,才更懂那种无助和绝望, 所以燕宁哪怕是陪上职业荣誉,也想要帮助赵荀发声,帮助更多的女孩找寻自己。